扛伤3万的同时 还能打出1万以上的售处 最超模的三费椅子 要怎么搭配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势力呢 一分钟学会堡垒谢尔克 这种组成是这样的 谢尔克主C搭配奶妈卡萨丁 宝石 妮口 圣 组成4堡垒为主的固定搭配 然后7-8人口有两种组合 第一种是7人口上齐安娜 8人口上艾克 这种适合以士塔尔士 木火殿这三种属性 第二种是7人口上丁克斯 8人口上刘斯 这种适合格子属性一般 但组安配件好的 可以多一个刘斯负C 改件其实只有独云厉害 其他和这套阵容都不太适配 第三种是7人口上米利欧 8人口上瑞兹 开4神域 这种适合组安改件不合适 但格子还可以的 大家可以根据情况的搭配 其中木格子加独云的搭配 是这套阵容强度最高的 如果有堡垒爪 8人口可以开6堡垒 根据格子和改件的属性 决定放弃的一个 换个低费的堡垒上去 最终如果能上9 可以上大头等优质呈卡 两星亏丧体可以替换掉卡萨丁 这套阵容我们在端游的王者局 测试过多把 有三星妮口 8人口大成能有T1强度 同样我们产子团队 也在王者局测试过强度 成型也是T1 装备方面 主C希尔科 蓝buff鬼叔必备 实在做不出来蓝buff 也可以考虑青龙刀 会弱一点 有鬼叔的希尔科 对上大虫子奶妈剑机 都会是优势 第三件可以优先选择 科技枪打持续 做不出来的话 也可以选择法爆巨杀的装备 但是铲子玩家 在玩这一套的时候 装备上和端游有点不一样 铲子更推荐 双头盔加科技枪的希尔科 和端游的区别是 铲子的头盔 开局就能直接回来 而端游不行 不要想看这一点 直接是开局秒放一个技能的区别 在铲子上 你双头盔加科技枪 基本上可以横着走 但端游就要蓝buff鬼叔科技枪 这是唯一的区别 附坦兼附C 尼科 阿北比较推荐银血加双碳坦的组合 尼科其实他三星的伤害数值是非常高的 宝伟加碳坦的双抗 再搭配上银血的续航 可以让尼科能扛又能打 当然装备只要靠近就行了 没有续航的话 救出龙牙这种传统漏装 也可以代替 保证有一件碳坦就行 宝石或者圣 消耗剩余的漏装 缺少解魔抗的情况下 优先考虑离子 没有离子也可以给奶妈一把电刀 能三星的话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副C 节点垃圾装备 站位上是这样的 推荐的英雄之力有这几个 推荐强化符文有这几个 那么这么强势的阵容 到底怎么玩才能稳定烂到分呢 开局选择我们推荐的英雄之力 除了破罗和吸血鬼 其他都是给装备打连胜 如果是带的吸血鬼 前期可以不拉人口 只留体系牌走连败 和S9的堡垒牛四玩法是一样的 然后3-5拉7启动 如果是选择其他英雄之力 那么打开一途流 看看除了装备外 还有什么其他细节点 正常连胜的话 就是2-1拉4 2-5拉5 用三诺克萨斯 搭配挑战堡垒或者神域国度 尽量的走连胜 3-2拉6补充其半步地牌 消耗野怪环节的装备 保证血量的健康 4-1拉7 大地找两星希尔科 圣 妮可和其余体系牌的两星 至少要保证前牌的两星 而且有一张希尔科 拉奥存钱 卡利西在7级追三星的妮可 宝石奶妈数量多也顺便追三 提高阵容的上限 妮可已经三星 或者妮可有同行完全三不了时 我们都可以考虑先上八 根据七能口的构筑 来补充我们的质量 如果还有机会上九的话 可以挂大头等陈卡 再找两星葵桑梯 换掉卡萨丁 提升上限 当前版本三星妮可的伤害 再次得到了加强 是三非一子中最超模的 能扛又能打 三星后输出比扛伤还要高 学会了吗 现在用不到 点个收藏或者关注也可以 说不定以后遇到 就能第一时间找到 想去更多这种 不要忘记关注阿伯